天人一直过去,谁也不看穆建连 穆建连站在路边,要看看七婆来,要叫他 可是七婆看到穆建连 本来穆建连是七婆的师父 七婆归于这个穆建连尊者 那么穆建连站在路边,七婆看到了 他只举一手,好像打太极拳 看到他的师父举一手就过去了 你这么没有礼貌,举一手就跑 穆建连用神通把他定下来,不让他跑 车子不动了,这个时候他不对移就下来 下来穆建连就呵斥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么马夫 你看到我只举一手 你知道七婆怎么说 我举一手还算是好的,我是看到你了 你看其他的人连看也不看 其他的人要享受,他连看你都不看你 我还举一手呢,比他好啊 所以这个天人享受啊,就根本忘掉什么 连师父来也不知道,也不看 那么因此穆建连就跟他说明要他下来 啊,所以可见这个穆建人他的神通很大 呃,这一类故事多得很 以后有机会再谈啊 啊,那么所以呃,他是神通第一 那么佛问缘通,我与宣战新光发玄 如尘逐流,九尘轻音,四位第一 说明他答复佛问神通,问人家这个缘通的话 佛问我们大家怎么是缘通吗 我目见言 我用宣战的方法 战,几近 是本性所具的深入自信 宣,转 把主流的烦恼妄想转过来 回到本有沾然清净的自信 本性的星光 就是心地,真心理地里面发出的光明 啊,宣 通常的意思 不是讲说 通常 他这个光明很通常的照耀死方 啊,发出这个大光明来 啊,这个好像把这个主流啊 把它澄清 变成清流 就像第四卷里讲五竹的那个地方所说的 好像有人把沙土摆到这个呃,干净的水里面去 水变成竹水了 现在你要他回复原来的清流吗 让他静下来 那些沙土沉下去 然后清水啊,分出来 把竹的沙土把它去掉 啊,这个情况相同 而竹流成清了 啊,酒 显示这个用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要 酒炼成杠 啊,要下功夫 久而久之啊 就会成为清净 淫就是净 洁净的意思 啊,这个清净的 呃,净水 竹水变成净水 比方烦恼去了本有的光明线前 那就是清净的呃,清水的情况 一相同 那么我认为啊 用这种方式来修行 最第一 就是回光返照 把烦恼逐流去掉 恢复到本有的清净光明 这个这个办法最为第一 啊,那么这是目前的意识远通 一根法尘 前面都说是空啊 前面六尘里面 啊,摩侯家是 灌法尘正到远通 法尘是空 啊,因为无形无相啊 最容易表达空意 然后六根 前五根 这个五根里面的一根 啊,摩侯地正一根远通 啊,摩侯地是解空第一 一根也是空的 一根无形无相 当体是空 啊,一根空 法尘空 意识有什么功用啊 意识是靠一根对法尘 分别一 呃,法尘的情况 这个意识都用 既然一根也空了 法尘也空了 意识哪有不空之理啊 所以意识也空 意识空 是转过来就成为神通第一 我们的意识最会想 啊,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过去 现在未来无法不想 啊,最会啊 啊,其念的 也是第六意识 啊,妄想最多 烦恼最多 现在把它转过来 回光返照 不让它对着六成的境界去奔跑 啊,回光返照 回到本有的清静自身来 所以啊 人现出无量无边的神通 啊 那么前面六根 啊,只剩下 耳根在后边 就是 法尔这个六成 说过了 六根有五个 说过了 啊,那么就是耳根留在后边 那么六是里面 啊,言而鼻色生意的六是远通 到这里也说完了 剩下的后边 就是七大远通 七大 啊,地水火风空 见 或者是根 是 啊,地水火风空根 是 这个叫做七大 七大远通啊 本经很特殊的 不是地大白在前面 而是火大白在前面 啊,火大白在前面 而这个火又不是外面的 呃,四大的火 不是外面四大的火 而是人身内心的浴火 啊,从此下手修灌 而正到远通 啊,叫做火大远通 呃,七大远通里面的文字啊 火大的文字最少 地大以下 文字都比较多 啊,我们先看着火大远通的文字啊 先把它念一遍 无处 无处西魔 一如来千 火掌顶礼佛子松族 二百佛言 我尝先一九远 戒前 信都贪欲 有佛出事 明月空王 说,都因人 成蒙火去 将我便灌百海四肢 诸冷暖系 神光内宁 化都因心 成智慧火 从事诸佛 建福照我 名为火头 我以火光三脉立故 成乌鲁汉 心发大远 诸佛成道 我为律师 清福某愿 福问远通 我以地灌身心暖烛 无碍流通 诸漏寄消 森大宝宴 登无上街 四位第一 这是火大远通 而这个火大 不是外面烧的火 而是内心的火 无处心风 是火大远通 正火大远通的人的名字 翻成中国话 叫做火头 就是火头金刚 就是直金刚神 佛身边的金刚力士 经常在火身边 父持佛的 这个父方 金刚力士 就是这个 无处心魔 无处心魔 看到前面 木剑林的话说完了 那么他起来 这个时候 我们应当要看这个文字 跟前面 跟前面有不同的地方 你看前面都有 几重做齐的文字 这里面有 无处心魔 以如来前 没有几重做齐 可见 这个火头金刚 他在法会中 他没有坐 没有坐下来 他是站在 佛的身边 佛的 佛的坐在哪里 说话 他就站在佛的身边 站在哪里 复持佛 他没有一秒间 立开佛 因为他要复持 凡是有什么事情 他都要注意到 这个好像 总统身边的士卫一样 他必定要时时刻刻 就在佛的身边 因此他并没有坐 既然他没有坐 就以如来前 就在佛的面前 他没有坐吗 这个时候他要说话 就站出来 站在佛的面前 那么 侯掌 先侯掌 然后向佛顶礼 顶礼佛子双足 就是拜到主下 然后 禀白于释迦牟尼佛 说他正远通的话 他怎么样的正道远通 他先回忆 他最初发心的 的事情 而白佛 他禀白一世 姚牟尼佛说 我 常先意 九远街前的事情 他 经常想到 他最初发心 在九远街之前 这个经过 他说他在九远九远街 大街 是在世界乘中坏空 一变 一个大街 这个 这种的大街 不晓得经过多少了 很久很久之前了 在这个大街之前了 他的洗衣性 很多个都贪欲 他是一个贪欲心重的这种人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为了要对峙这个烦恼 所以他去亲近佛 那么他之前亲近的佛 就是空王佛 有佛出世明月空王 这个空王佛 如果是跟法法经 第四语言 佛受欧难的句的时候 说的那个空王佛 如果是相同的话 那么这个金刚历史的 重发心啊 也跟欧难同时 在这个 法法经 这个守学武学人祭评 第九 里面 曾说到 释迦牟尼佛对当时的 大菩萨众说 诸善男子 我与欧难等 以空王佛说 同时发 欧难度路三摩三菩提心 啊 这个 这位的空王佛 法法经的空王佛 如果跟这里 乌图西摩所说的空王佛 如果是相同的话 那他就跟欧难 跟释迦牟尼佛 都是同时发心的人 啊 那么如果根据 法法经 执掌书说 啊 那么这个空王佛 啊 认为 跟现在的 这个 愣眼睛的空王佛 他认为是相同 啊 如果是相同 那么释迦牟尼佛 欧难 啊 金刚律师 他们都是同时发心的 啊 由此之故 他发心 要 修学佛法 我个人个人的烦恼 情况不一样 而这个金刚律师的烦恼啊 那个时候他是人 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人 啊 那么他是个人 啊 啊 可是性多贪欲 啊 这个愈佛特别重 啊 那么 因此他请求空王佛 教导他 怎么样子来破除这个烦恼 啊 空王佛跟他这样说 说 都因人 成蒙火趣 啊 呃 说是指这个空王佛说 啊 说如果欲心太重 他就会变成 很呃 很直燃的这个梦火 很猛的火呀 燃烧到自己 变成夜火 这个夜力会使你堕落地狱 我会出生 三道 三五道里面受无量苦 所以后边 第八卷的经文 里面说 啊 说实习阴 实习阴的第一 就是阴席 啊 这个后边实习阴的第一 啊 呃 佛就说 一转 一转